彭博评比75个新星和前沿经济体 对抗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的表现 台湾整体表现居怪 第二到第五名 依序是波扎那、韩国、泰国和中国 美国加州警方18日表示 奥克兰17日发生枪击案 造成一名33岁女性死亡 及印尼51岁男子受伤 根据中央社引述《世界日报》报导 女性死者为台湾籍 受伤的男子则是华人 国民党今天出示台湾驻印尼代表处 2017年回报外交部密件 主疑时任立法院长苏嘉玄 与立委苏正清 当年访问印尼 私下会晤高层土个人私利 总统府今天发声明表示 国民党恶意指控完全是子虚乌有 将提出告诉以捍卫清白 府方并说 2017年整年苏嘉玄都无出访印尼的记录 针对媒体军购乌龙 爱三严社未经国防部核定 进擅闯成对美军购相关报导 国防部副部长张哲平 今天上午受访表示 这笔军售案在程序上 必须经过上级单位核定 但却忽略导致程序未曾周延 会检讨避免再度发生 新航亚太电视总理报道 新航亚太电视总理报道